我都...就蠻迷的 我比較意外會有這樣的選擇 但很有可能是SGA這裡想要去針對可能第二輪的賽事 去嘗試練一些新東西 是 但你可能就是這六隻英雄擺出來 你覺得你腦袋模擬不出那個畫面是嗎 我好像沒有看過這六隻英雄在同一個對局裡面 你那個賽評看了這麼多的比賽 然後播了這麼多的比賽 生平第一次就是看到這六隻英雄對在一起 因為我是沒有看過 然後就吹噬塔塔再搭配飛艾 因為大部分還是以史瓦尼或茂凱 甚至是埃爾文、扎克都有人選 但就是沒有飛艾會這樣子選 但這個飛艾其實就在 比較早就選下來 比較多都是以搶代ban 對 就是不要讓對方湊掉一個塔利亞加飛艾的中野組合 但也變相的 其實感覺卡爾哈的角色其實並不支援V3A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V3A的陣容前中期的傷害 只依賴法洛是一個人 而且因為全AD陣容的關係 假設你發育得不夠良好的時候 很有可能最後你們全部人要集火這個攤墾機 就需要花一點時間了 是 是 那Nasty一樣一等四有套路的直接衝到了六鳥去想要應換 但是有提前插一根防守眼是 SGA這邊是知道自己被看到 但還是選擇跟對方換上班了 就想要直接做交換 因為關前面是蠻好打卡上地的 那就是想要盡量cover自己的單人線 能夠有更好的發育 是 那再看一下 這另外一邊 上路的一個對局 當然自然上一把會是一個比較嚴重的狀況 但塔主這邊走進去好像是沒有被看到的嗎 對沒有看到沒有看到 但是這邊拼出眼鏡的話應該就大概可以判斷出來了 看到那根眼鏡應該就知道有人進來下眼 但是下路一等就直接被逼出閃現 閃現被逼出來 來 坦肯齊 那回頭也是舔了Okeruma一套 對 而且坦肯齊的機傷是很高的 是 在坦克的位來說 哎呀 那自然這個整體的下路 也是剛有提到嘛 就是已經算是在上一把比賽當中算過得比較OK的那條線路了 對 前面還是能夠壓制啦 畢竟你都選法洛斯了 前面沒有道理你是推不贏這個傑里的 但是要越他們兩個難度很高啦 只是說傑里沒有閃就看這一波他主有沒有想要做進攻 中路過來但是直接利用一個跳躍就跳開 不過談到這個崔斯塔娜加對上這個塔利亞的一個對局 當然最近期的我記得是憨華的對局嗎 就是ZEKA拿來用這個崔斯塔娜打塔利亞 其實甚至是在前期就有機會打限殺的 那當然ZEKA可能打得比較瘋一點 可是看起來這個對局其實不管是在推線上還是在這個 這個 對拚上你看崔斯塔娜都是有優勢的 對線拚操作傷害一定是比較高啦 但是我覺得 到中期的時候崔斯塔娜比較乏力的那個時間點 塔利亞是有很多跑線的空間的 是 而且甚至 這把他主要跟卡利亞有聯動 難度蠻高的 對 而且提到就是 崔斯塔娜可能在中期會需要去這個邊線吧 去可能 發育的同時也在給對方點邊線上的壓力 對 可是又剛好撞到塔利亞就是有機會 會帶人一起過來抓邊的情況下 也確實是會讓崔斯塔娜的中期過得沒這麼舒服 就看下路線能不能贏多一點 如果下路線贏得夠多 是有機會把炮火吸引到自己身上 然後讓崔斯塔娜在邊線 拿到更多的 可能塔的經濟 是 但是上路也是一個比較早的時間點 3分半左右就被打回家 TP出來了 而且那一層塔皮應該等一下就會掉了 是 哇 那雖然說還沒有出現很明顯的 CSU的差距 但這整體 感覺還是要注意一下這個對線的情況 不過換完了野區之後 兩邊的第二輪打野 互相的打了照片 Nasty 就是硬是走進來要換第二次重生的六鳥 就是 因為打不太過啦 所以不太敢真的正面直接做碰撞 還是希望能夠 Cover中路線的發育 就好 但下路也打得起來 虛扣 這邊也是一滴 但是回頭想要再應用激烈連彈 但最後Shiba拿到這個first bar 但是再舔 Easyman 回頭利用鬼步還想要再跑 但最後毒蛇沒有命中 但是還是選擇要 對 因為向前Easyman是沒有雙招 可是可以持續的拉扯 虛法在一個破甲劍有成功的命中 再空一次的毒蛇被逼掉的吸煙區裡面 開了白盾出來 想要硬撐 閃現躲掉了這一發的破甲劍 回頭再舔 這次毒蛇中了 最後普攻沒有點出來 是Easyman的手上的箭矢 已經將這隻碾魚給射穿 我感覺我心中有一個 100個 灘肯騎殺他的畫面 但他好像選了第101個 那個不會殺的畫面 對 因為法洛斯沒鬼步沒閃 剛剛灘肯騎不能閃現根普攻 欸 但畫面回來是 曲口拿到Easyman的shutdown 那這樣子賺了呀 對 剛剛灘肯騎不能閃現根普攻 把他暈住嗎 就為什麼要 你說直接Q閃 然後讓對方沒有這個走位的空間 就是沒有操作空間 他一定沒操作空間的 所以沒道理你要先出Q 然後讓他有走位空間之後 再回頭來A你 而且我記得空兩個Q吧 唯一有可能的就是他想省這個閃 他覺得他有自信 可以在沒有交閃的情況下暈住 那他也確實能殺 那結局呢 這過分的自信 結局當然就是 被換到嘛 我覺得這真沒有道理啦 就是真的沒有道理 這Easyman是可以活下來的 這一電 蛤 被電到了 哇 就如此樸實無華的一個超電子炮 他是被小兵卡到嗎 感覺他想走位 但他好像被卡了一下 是但 這樣子變成是 雖然兩邊都是兩個人頭 但是 呃 Chicco拿到的是450塊的Shadow 剛剛那個絕對是必殺 100%殺的局 我沒有想到他有活下來的畫面 結果還真的是活下來了 那就看在下路 二打二持續再次封鎖 被直接封鎖 不過有個原地的 歐遊聲音 因為並沒有頂到 法洛斯反而 直接向前用破甲劍 貼臉射死了 Chicco 而且現在OKRuma 還貼在了Easyman的身旁 幫他擋毒蛇 回頭再運住 許法現在是Tazu也來了 破甲劍射到 但 Tazu沒有選擇 往前頂進塔下 是選擇幫了自己加下路線推線 對 可以看到這裡 貪肯騎士甚至可以一個打兩個 他如果都可以一個打兩個 為什麼他 會沒殺到法洛斯 但這裡的話 就是Chicco被開到 而且被開得很簡單 他是被瑞兒直接Q到 瑞兒是沒交閃現的 也算是比較可惜 就 比較 不確定為什麼就是 會這麼早期的 有這麼頻繁的碰撞 因為二打二的理論上 還是 杰莉這邊會比較尋求一個平穩的 發育為主要的目的 但 打得算是比較頻繁 對 而且是 直接被瑞兒Q到 我覺得這一點是比較奇怪的 是 感覺還是有點不小心 不過Nasty 這把野區的壓制 還是有打出來 一直在 不讓對方的Tazu有機會 吃到自己上半區的野怪 而且也是早期的空下了三重 因為我的上半部能夠壓線 所以我就是 跟你換上半野區 可以讓官能夠繼續對 卡上T這條線實壓 區口 比較早的跑動到了中路 靠了一波中 但是有被Tazu給找到 哇 那在看到Nasty 這邊是 上三代一直都屬於他的 對 就一直對卡上T這條線路施壓 然後讓官可以提早發育成形 哇 而且上路的差距也是又拉開快30隻 那這樣子往前 護甲城也是輸得差不多 現在連一不一提都蓋牆過來 現在就是個三甲要殺的是Pearl 打別人擋掉 打別人擋掉 但這波推運的過程當中也踩到了石頭 Nasty 扛打扛到了最後一顆 但是鬼步一跤 兩邊上路都在互相的對打 結果是Pearl成功的跑掉 但是下路又是一波 限殺捷力拿到了法洛斯的人頭 而且Tazu是在下半部的 反而是被三打二被換一隻嗎 是月塔的失誤嗎 對感覺是月塔的失誤嗎 因為其實線也是回推了 哇 八分鐘手塔被剪斷了 然後現在是Chiko直接滑到了對方 抬到兩個人 但是回頭這邊也暈住兩個人 Ibuki先走了過來 但是Karaha這一台 因為說這一翻這一推 直接將Ibuki給推開 這裡可以再逼個閃現 躲掉了對方的頂 徐把這波操作很不錯啊 剛剛怎麼會線路上 感覺好像怪怪的呢 看一下搞不好是這一波頂醒了 對 我看一下 是又被W到嗎 還是被直接滑過去開大 因為Easyman只有五等 然後被捷力找了一波六等的 這個 對 這裡直接開大 對 這裡直接開大 然後又頂到 哇 有點不小心喔 自己的斧野其實是入下半部的野區的 是 我想第一把比賽提到的 捷力六等的這個爆發 打出來了 而且Chiko跟SHIBA第一時間的繞也很漂亮 他是完全避開了視野 然後從三吊槽 繞過去抓了一個法洛斯後面的位置 直接滑出來 那這樣子下路 其實情況雖然說有這麼一點的好轉 但其實還是跟SHIBA有點像 打野對位的差距超級大 然後上路贏超級多 壓爆 這是八分鐘直接砍穿手塔 這領先的幅度甚至比選納爾還要來得更快 而且因為你前面被換上半的關係 所以卡上帝也沒有辦法在塔下 真的很好好的結線 因為他隨時都害怕自己血線太殘的話 是有可能被越塔的 那現在又來到回到下路 給法洛斯亞利 一樣的畫面 又是差不多在十分鐘的時候 他只能掛機在下路 隨時掩護著自己的雙人組 因為他上半也刷不到嘛 上路已經被推掉一塔了 這個上半野區已經是不屬於他的了 然後中路其實這把卡爾哈推線的次數 並沒有想像中的多 但這邊又被翻了回來 但站在原地就是跟對方硬點爆彈換血 但隨後是往回跳 但NASLY選擇先進到野區 跟塔主來一波一打一 這波擊飛沒有命中 但是後續一直鑽來鑽去 讓塔主這邊還是沒什麼 跟他打的脾氣 下半還是過得很難受 而且塔主其實一直沒在刷野 上路拼死一波開了 想要來拼拼看嗎 兩個Q全中 最後Q3沒有撈到Simmery 對位的領先已經夠大 沒有必要上前打騎殺 那SGA可以再回頭動第二條小龍 好像偶爾3A有拿到第一條小龍 不然這個節奏會被SGA帶走 但其實11分鐘也拉開了快3000塊 這都差不多聚集在上中野 但是AD 其實也在有人頭上的交換的情況下 但是站在眼睛上喔 是 哇那傑莉又反超了CS 又慢慢的往上一本的這個節奏走了 因為剛剛Easyman的那個壓塔被抓到機會了啦 所以其實是掉了一顆人頭出去 然後讓這個傑莉現在的發育是 越來越 越來越超過了 而且SGA還想要再舔 那這個下路 感覺雖然說已經有 發育稍微補起來一點 那真的要打一個2打2還是沒有這麼簡單 不過有個經驗的領先往前頂沒有頂到 但是雷婷跟萬鈞已經開了現在選擇要正面的爆點 點的就是OKROMO 而且這邊還用大塊躲魚吃回來法洛斯 出肚子的那一瞬間他是沒有辦法在對點當中 取勝一個滿電的節力 DoubleQ由Chico拿下 哇 虛化這裡的判斷很漂亮 就他選擇把法洛斯給 他一路跟著法洛斯A然後把他吞掉之後 讓他斷檔輸出 所以等於 瑞兒的這波大決是沒有辦法讓法洛斯 法洛斯繼續打傷害的 哇 結果是2打2 又是成功的限殺 中路的Carré哈 這波 這把比賽已經有 把這個限權給拿了回來 而且現在也拿了兩層 但是 隊伍並沒有因此取得各位隊伍的優勢 現在是來上路三甲一個SAMARY 在這邊利用簡簡跟飛車走線毀了非常多的血 他想要再次硬穿最後的簡簡 並沒有辦法穿死他主 但他用鬼步扭掉的Q3 這波居然是火了 這扭了一下 還好 還好這個瑞兒沒有被抬到 不然有可能是要掉人頭的喔 那回頭 想要再持續的壓制 這邊是Carré哈的趕道 先掛了爆彈在Nasty的身上 再往前的火箭跳躍 點爆爆彈 他還在重置有機會再往前一跳 這一波急飛中斷掉了OKRoman的結構 但Carré哈 還在向前再點一發的普攻 Carré哈的趕道 現在變成是他成為了集魂的目標 毒蛇空掉 再被對方給捅了回來 只有他一個人在作戰 開了血頭皮後 但被推了回去在線上 還有拼死一搏 交在了這隻鯉魚身上 人頭由Carré哈收下 感覺剛剛其實過來Q一下幫忙緩速就可以了啦 沒必要游過來 因為自己游過來 人頭掉了 塔利亞其實近向的在中路是一直在轉塔 喔他主怎麼了 是被塔利亞蓋牆加貝爾維斯 閃現騎飛 接台 哇 死得不冤 對 但沒有台到啦 他是直接被跟到死了 而且這波其實浪費了 卡利亞非常多的時間 塔利亞是 點了亮神塔皮才會加的 哇那V3A這個上路一直想抓沒有抓到 Sanbury還是沒有受到任何的限制 三個人抓他一個都沒死 還讓他跑掉 對 那Shiva後面頂上來就有點多了 他只要能夠Q幫忙緩速一下就可以走了 喔Shiva也是覺得 不對這波沒死人好像怪怪的 那不然我先這樣 不然我身先士卒 這波我感覺 你如果大難不死 我覺得等一下那個天道輪會轉回來 我們還是有人要出事 我先幫你死這一次 對啊那個抬上去就有點奇怪的判斷啦 是 可以不用掉這顆人頭 然後讓塔利亞多拿這兩層塔皮的 哇但是現在這個領先也確實是多 而且我記得那顆人頭是掉在崔士塔納身上 這個就比較虧了 等於塔利亞的那兩層塔皮是沒有賺到的喔 哇而且中路剛剛卡拉哈這個第二層沒有拿到 他只拿了一層的護甲而已 那SGA也沒有辦法阻止Nasty拿到這一隻的遇刺者 要變稱成虛空女皇 那這個虛空的珊瑚拿下來 看看後續的推進 中路這是兩邊雙人組對看 貪肯齊開戰 但Shiva也是被頂掉了不少的血量 Ivuki向側邊的開團 遇刺者一叫 這一波在配合上自家被吃掉的小兵那 中路將會是有一堆的虛空生物 右邊還有蓋牆一樣要把這個中路給卡斷 那現在三個人都卡在塔前啊 Nasty在前面開著女皇風暴想要利用減傷 但最後還是被對方給鎖到死 不過Oikerman也被對方給留住 傑莉跟右邊塔莉亞的傷害 一直灌在這個瑞兒的身上 最終沒能夠扛住打野跟輔助的互換 那傑莉來囉 那卡桑蒂也到場 但是最終並沒有選擇向前 新的策略 現在是徐法被追擊到底 致命節奏疊滿椅子裡面收下徐法 再中再緩 他是想要再繼續的留住Chicco 但是大絕還沒有轉好 只能在利用下一次的訓練衝拳 雖然說頂到 但是Chicco電光失誤 還有一秒鐘轉好 準備滑進上路線 直接跟V3A的成員講掰掰 對是沒有抓到的 剛剛的預示者點掉中路一塔 但是感覺塔莉亞剛剛的大絕放得好像有點後面 其實是沒有限制到V3A的人員的 來看一下Sammary上路如何單殺 可是卡瑞哈主動向前求戰 那這邊打一打發現 關的傷害有點太可怕了 那這裡還要接線嗎 這樣不回是嗎 然後被抓到機會 可能一個EQ直接減死嗎 對我覺得這裡要接線就想多了啦 這裡是絕對不可能回頭接線的 點一下然後就被減死了 唉呦這個不 就是我覺得這種對線上面的失誤要減少啦 對要減少 這個可以不掉人頭的情況是 是沒必要這樣子的 因為這個關已經發育到完全體的情況了 你還讓他拿到這麼多人頭 那等一下邊線推不了 你隨時躺他這隻角色其實就沒有太多的意義 那下路線頂出來掛了點燃 交了閃線把點魚推開 但是潔力的追擊無法擋住 也確實是Unstoppable 這邊是Chicco 再貼了第六個人頭到自己的口袋裡面 對然後也順勢的把龍給拿下來了 那現在這個戰局已經完全的傾向SGA這邊囉 又是一波的領先下路二坦拿下之後 又把經濟的差距扒開來到超過七千塊 也是全線成功的發育 又是邊線的角色發育的太快 然後自己的陣容可以推邊線的人前面掉太多人頭啦 那我看龍毛這邊走了過來 現在再嘗試暈一下Nasty 那MV3A現在是找不到任何反打的機會 自己的雙射手其實發育也就只能說是一般般 而且甚至在有被對方擊殺的情況下 這個CS數都是有落後的 對 現在你光是要殺這個關至少要來四個人 而且法洛斯一定要在 才有可能殺得到他 而且對方鬼不一開說不定人就走了 還不一定殺得死 你還有可能被他換一個啦 因為他的裝備現在有點太好了 針對這個關可能已經不是一個好的策略 V3A現在 最多就只能像是 抓上一波這種 可能SGA在壓塔當中可能給出的失誤 但 只是說當比賽進行到你要依靠對方失誤 你才有可能繼續下去的時候 其實這個局勢還是比較絕望的 打到塔利亞的陣容的話 烈士方其實不太能夠E3E分推啦 就真的還是 我覺得是V3的老問題了 就當你打到這種烈士局 而且是 滿崩的時間點的時候 你會想要做的事情 可能是你要打那種人數差 然後拼團戰 想辦法跟對方換頭 把賞金給拿下來之後 把經濟追平 但是你E3E分推 你打到塔利亞或匿命這種陣容的時候 你是很容易讓你的邊線一直被單抓的 因為你正面只有3V3 你3V3你裝備落後本來就打不贏 你沒有5V3你是打不贏的 那你還把你兩條邊線放過去 然後你任何一個邊線你都不想放的話 這個塔利亞就是隨便飛 而且不只是抓邊 他甚至要在臨時的變動去抓中間的那個3 也不是問題 因為如果你4個人站到正面來 那對方相對的就會有壓力 有壓力的情況他們3個人也不敢隨便推 其實你是有機會 把對方塔利亞的大決 或者是對方另外一條邊線的TP 逼出來 那之後你接團戰就會有更多贏的畫面 是 然後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塔利亞其實像那種蓋牆 然後想要硬是把塔給拔掉的這個戰術執行 會在你因為1-3-1 正面的人員會比較少 甚至邊線的人員也比較少 壓塔對於SGA會變得比較輕鬆喔 對 就是這個 你裝備輸 經濟輸的話 你當然就是要透過人數 去把這個劣勢給扭轉過來 喔 那他組這一波的繞背怎麼說 OKRuma 向前應該是到這邊要往前 稍微嘗試一下 催的就是Nancy 但是虛法走得過來 大快躲移 把虛空女皇給救了回來 但是虛法這邊可能要為她給犧牲 那後面有人開車封路 直接用玄武飛炎丟死了對方的輔助 那這邊是先行輔助的呼喚 那Samory鬼步一開追著Easyman一路的追趕 當然Easyman也是開著鬼步的關係 可以跑得過對方的關 不過中路的2塔這邊是先被打掉 開3P路擋住了第一波的CC 一路往後的撤退 但是Nancy追到了高地裡面 利用女皇風暴擊殺了Easyman 這裡想要殺Chico 哇傷害不夠 正面的玄武飛炎也是一路將塔數丟死 在全勝的姿態想要硬式交換 但命脈的護盾POP了起來 Chico趕到Dome Nancy 對這裡要1打2了要1打2了 Samory即使沒有大局一個撿兩個也不是問題 先把高地的塔給剪斷 又是中上高地要在20分鐘崩落 那這樣這個遊戲時間也要結束得很快咯 這裡是完全守不了任何一條邊線 剛剛的判斷我覺得是好的啦 但是因為前面的經濟真的輸太多了 然後對方就是貪肯齊 對就是你非愛守進去 一波要秒他直接被吞掉 那就真的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了 然後回頭這裡是Easyman已經有了死帽 然後區塊有了單箭套納歐SGA 這全面的發育1萬1千塊錢的經濟領先 來看一下Uplay 想要開貝爾維斯 Q然後阿索然後直接被吞掉 哇完美Denai掉這個悲哀的大絕龍 然後你人先到 但是我塔莉亞只要能夠趕到正面戰場 這個團戰還是能夠贏下來的 但左下角似乎又打了起來 應該是一個Okeruma被持續的追趕 但SGA最後是Chinko再一波的爆電 電死了Okeruma 所以Nasty在追到高地塔 再把這顆人頭拿下來 是現在回頭擊殺對面輔助之後 SGA直接開動巴龍 看一下B3A的位置 Tazu 還在自己的藍區應該是放棄了爭奪這條的巴龍 而且要抓這個關 我感覺兩個人去抓會被殺兩個喔 這傷害是不太夠的 那拿下巴龍之後就只差最後一步的中路推進 SGA以目前的經濟領先量五個人抱一起 只要球團就行 但他這邊有可能會被留住 看到對方滑上來的瞬間直接交閃 這樣就要交閃的話那就真的是 真的是沒有什麼辦法了 因為上路的超級兵也要進來囉 對方是完全不急的 只要等超級兵進來 就可以把這場遊戲贏下來了 中上的超級兵灌入 V3A這最後的絕地防守 面臨的是巨幅的經濟落後 而且還有會生蟲子的貝爾維斯 這邊的蟲子真的好多 不只有小兵 比小兵還多啊 小兵伸出來還有一堆的蠻蟲 但是OKROMA受不了的蟲子太多了 吸了進去但他瞬間被秒殺 那Samory的右邊也是利用自己的飛燈走線 Pyro雖然可以推開 但是這邊的踏出槌了進去 但是馬上被對方的陣型給融化掉 在溫泉裡面的雙射手都不一定是安全的 恩徒服相信撈了一下 但是SGA這一飛的虛空神武將主堡擊破 16比8 22分半 拿下了這場比